來 再一次 眼前這一盤灰色的一米豬 就是曬乾之後的弟弟奔 一群賽下主旗老們看到弟弟奔之後 興奮的就好像是回到了童年 拿起了針線 開始串齊了弟弟奔 巴西里奔 改成吉他恩賞 國國人現在死了 老人家沒有錢買金 所以 可以帶 可以帶 像那個爸爸 爸爸愛的時候弟弟奔會用 會用後面 那個錢 在過去賽下族人就是就地取材 利用弟弟奔不僅是做裝飾做童腕 也做出祭典的頭飾及臀鱗 而延續至今賽下主人也利用弟弟奔 發揮了不同的創意 這個叫弟弟奔穿孔 所以我每次穿孔的時候都會 要看那個洞人去清乾淨 玉米豬我們就是可以搭配這個 彩珠跟這個鈴鐺 或者一些金屬類 就可以做成那個耳環 或者是吊飾 吊飾也可以搭配流理豬 然後還有就是一些就是 三色彩珠這樣子做搭配 從族人的創意當中 可以發現弟弟奔文化精髓 依然存在延續原生植物 只要添加不同的創作素材 就能更凸顯弟弟奔的另一面價值 記者阿卜陳天次苗栗南莊採訪報導 好 謝謝